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9月14日 想跟大家讲讲财经新闻的启读 第一单是很多人都会关注 在启德宋王台岛那块地 有6个发展商参与去投标 赢了的就是信和牵头 和中国海外、华智一齐去夹奋发展这个项目 地价是5,390多元 大概是5,400元左右 比我自己心目中出的价格高 我以为大概是4,000头左右 发展商会出的价格 因为你看看5,400元 譬如你再加5,000元建筑费 接着你再计算利息 即是地价可以借钱 建筑费可以借钱 虽然可以分期付钱 你也有利息成本 现在的利息成本 就是可能和我和新鸿基差不多 HIGHBOR加1 你也差不多是5,6厘 你虽然不是全期要给所有的利息 但是我始终要计算 一条数据 我估计也会有1,000元左右 就是利息成本 接着你还要计算利润 以及你卖楼、给佣金、行政成本 你夹一夹买整条数据 卖楼的时候 会不会高于13,000至14元 我是觉得我们会打过移民 所以我也觉得 这个数据比我想像中 是进取的 我如果我是发展商 我会再忍守 其实信和已经是学乖得很紧要 因为在过去试过两次危机 一次就是八几年时 应该是从事很多投机 在股票和期货市场参与了很多 是其中一次危机 第二次就是97年 尤其是小西湾那块地 整一百零几亿去投地 我是很记忆犹新的 因为那块地 我自己是公司和一家香港很大的 蓝筹发展商一起合作 我占两成就去投 本来那个发展商就说 不如你去投吧 因为你三面口 他们一向用开三面口的人去投 我就说我们自己是红筹公司 我们就不方便去出贬 陪那个高层走去 一起在湾仔坐船过去 尖沙咀的文化中心那里去投地 也看到那个高层投到98亿的时候 出去打电话 去请示其中一个兄弟 就是去再不再投 后来谈完电话回来之后 就决定不再举手 就剩下了励身和信和去逼 最后逼到108亿 就整块地做完 买了回来 买了回来 就是基本上 它的住宅单位 卖了这么多年 卖了一间就亏了一间 这个就学精了 今时今日现在在这么多房地产公司里面 还有钱的就是信和去有400多亿 比长江还要多 所以有钱就去投地了 但是这个价格我觉得 在我心目中是偏高的 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做 又要做一些公共的设施 你要提供 又要做地下街 建筑费是有机会高一点 虽然现在是可以有10%面积的 叫做GFA Concession 就是豁免 可以发水10% 就是说如果你向Beam Plus 就是建筑业议会 下面的绿建环平 组织那里去申请 做一个绿色建筑物的认证 至于现在的情形 只要你去申请 你就可以有10%的GFA Concession 现在整天都在争吵 是不是应该要去拿到 黄金的标准 或者Platinum的标准 才有10%的GFA Concession 不过它们大部分都会拿到 高或者Platinum以上 因为现在很多银行都推行一个叫做绿色按揭 绿色按揭其中的标准就是说 你在Beam Plus 拿到高或者Platinum的standard 以上才可以 叫做 可以有资格 做这个叫做绿色按揭 绿色按揭比一般按揭 是低 少少的利息 回赠 也是高一点 所以 发展商 一定 会以这个标准 去申请 这个标准是包括什么呢? 包括你的用料 包括你的设计 包括你的营运 包括你有没有创新 包括你有没有节能减排 应该是七大行里面 去做打分 如果你拿到好像60分以上就是黄金 75分以上就是白金 这些是一些 玩标准的东西 那么 想多说一个 就是关于 房地产 我们怎样去 控制 就是 在它的用途 在它的地产行政里面 在它的建筑物条例里面 怎样去控制 房地产的发展 其实 香港是沿用英国的制度 第一件事 就是在规划的层面 规划层面 其实每五年 就会有一个叫做 调查 即是十年有一个很大的 调查 即是叫census 就是看看人口 的分布 即是每一区的人口的分布 收入 有很多东西 是做一个很综合的调查 规划署 就用这个调查 来定 每一个区 他们的用途是怎样 会出现一些叫做分区大纲图 欧拉宋令计划 欧拉宋令计划就着每一个地段 就会划分 究竟它是商业用途 工业用途 住宅用途 或者是其他一些很特别的用途 在每一个用途里面 它就会说了 它可以做些什么 有一个explanatory note 有一个很详细的解释 符录在这里 符录里面通常分开Column A和Column B Column A里面就会说 你不需要申请 你就可以容许做什么 你可以做一个救护站 你可以做一个加油站 你可以做住宅 Column B就说 这些你都可以做的 可能是酒店 可能是 一些 零售 可能是一些其他很特别的用途 但是你要向 承规会 去做申请 每一块地也会说明 你的密度 Density 是多少 所以你会看到 有RA 即是住宅的A类 住宅的B类 住宅的C类 他说了这些住宅的密度是多少 你会看到最简单 你在窩打路道以东 在九龙塘里面 那些密度就高一点 在九龙塘以西那边那些 那些是低密度的 他那个Plot Ratio 就是0.6倍 写得清清楚楚 除此之外 也说了 你那个车位的配置 究竟你多少个单位 可以配到一个车位 你在半山那里 因为你的交通负荷不了 你可能是8个单位才配到一个车位 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 那些道路是足够的 可能是一配一 写得清清楚楚 那可不可以改用途 我们经常说要去改用途的时候 就是在讲一个叫做 在Town Planning 就是在这个叫做规划条例的 第16条 叫做Session 16 里面申请去改用途 自己曾经都试过 为两个项目 去改用途 一个 就是曾经以前在 土瓜环 其中一块工业用地 我们去申请去改用途 改什么用途呢? 通常就会改用 CDA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Area 综合发展区 综合发展区 可以有住宅 或者是商业 但是通常 它都要附加一些公共的设施 给一个有因 政府 政府是给你 去 接受你的 我们就会委派一些人 去做统筹 统筹不同的专业 写一份 报告 是要给 是被 拖拖拖拖拖 去过 那 那个 牵头的人 比如上次 我们做工业用途 改造CDA 我们找了 梁正英差量私行 就是 戴德梁行的前身 帮我们去做 统筹了一些 城市规划的顾问公司 又有一些交通的顾问公司 环境的评估公司 去做那个assessment 包括 你的交通流量 能否符合得到 接着 那个又近煤气厂 煤气厂对你的影响有多大 这样就做一系列的 数据出来 所以 譬如你交通 你会见到有些人 在马路上 无端端有一条 黑色的胶喉 摆着一个box 其实就是去 看那个车的流量 接着或者有些人 在那里按个扫表 看有什么车经过 这个又是那个 叫做 叫做 transport assessment 就是交通的评估报告 就要去做了 那么 做了这些报告 就去这个叫做 承规会 承规会 是有些官方的人员在 比如是 规划署 地政署 这个叫做 屋宇署 当然有人在 接着 有在 公众 也都派一些学者 有些是专家 可能是一些 测量师学会的会长 会是摆进去 或者是有其他公众 知名的人士 摆进去 就是去审视这个报告 他们去投票 究竟是赞成 或者是反对 以前民粹当道 你那些大财团 进去的时候 他们经常都觉得 你找公众品 很多都是否决 跟以前 不同 这些叫做承规会 又分开 市区 和新界 两班人 亦都要去做一个 叫做 利益申报 你和那个发展商 究竟有没有生意来往 避免到你们 有一些利益输送在这里 这个就在规划层面里面 在每一块地做规划 第二个层面 就是在地政那里 地政那里 就是说的地契 地契就写明 容许你做些什么 或者是不可以做些什么 有分一些旧契和新契 旧契就很久很久 可能是百多年前 写下的 那些条款 可能是找手写 用很多古字 就是 又写你不可以做一些厌务性的行业 可能包括做面包也是欠厌务性 做皮革也是厌务性 做 一些 微度的 出现的问题 也是厌务性 这些就是一些旧的契 有情形就是 可能 那些旧契 我们要让它可以做重建的 如果是简单一些的 我们就去申请 做一些叫lease modification 就是 将里面的 地政的条文 将它做修改 就可以了 我自己也曾经试过 在坚尼斯道 有一块商业的地 原来它有些古字 是说了是不可以做餐饮的 我们就要将这条文 就 remove它 需要付一些地的行政费 就可以了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现在说的工业楼 它们不准做餐饮 不是不行的 你就要去地政署申请 去做一个 叫lease modification 是要付一个卷免 是要付一个卷免 那可能是每一年 要去交一个卷免的金 这个 自己也试过 那么 还有 就是 如果你的契 根本是改都改不了 可能有机会出现这个情形 就叫做surrender and Regrant 整份旧契就给回政府 接着 它就给回一个新的地契 连个lock number 都是不同的 也都会出现过 那它可能就写得 因为现在新的地契 就会写得很明 就会你是哪一个 入口 即是那个 交通的入口 哪一个出口 它写得很明 也都列明 你那个最低的住宅面积 要多少 也都会是列明 跟以前不同 那以前旧契和新契有什么分别呢 你在卖楼的时候 以前就有一个叫做旧楼和新楼 旧楼 因为你是不需要受 一些留花的 时限的监管 你就可以去卖楼 所以 以前 旧契的时候 你有一个图籍的时候 你就可以去卖了 但是新契就不是了 它有多些限制 它要建到建筑物 去到某一个程度 才可以去卖 后来 有一手 销售监管的条例 就使得 旧楼和新楼 销售的限制 相差 就减少了 这个就是地政 要去做 还有就好像有些叫做活化工下 其实都是一种 least modification的一种 只不过它是 有一些special condition 它是批了出来 就是说 你是可以由工业 转去做商业 或者转去做酒店 如果面积不变的话 你跟回商业 或者是跟回零售 或者是跟回酒店的要求 可能就在彩光那里 你是要将一些枪 是要打大一点 接着或者是 将那些叫做loading and loading variable 就是那些叫上落客货位 或者是停车场里面 那个停车位的用途 因为你工业用途 就多了一些叫做货车的 那你在商业里面 你是不需要那么多货车位 你可能需要多一些叫做私家车位 你就要作出调整 还有可能是在走火里面 要適合他们的要求 因为每一个用途 他们的discharge value 就是说你要去走火的时候 疏散的速度 或者人流是不同的 你符合回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一个叫做活化工下 special lease modification 那就是免保地价 因为在那个年限里面 你去申请就可以 这个就是在地政里面 是怎样去控制一个物业 第三个部门 就是说是叫做屋宇柱 屋宇柱他们有建筑物的条例 那他就列明了 你们那个地块 比如是class a, b, c, site 什么叫A, b, c 就是说你一块地块 一块面就是面临街的 如果class b site 有两面是原街的 class c site 有三面是原街 那么他们的地址比率 和那个site coverage 都是不同的 就是说你那个三面原街 那个地址比率 地址比率 就是说你这块地 起到的倍数是不同的 就是你三面原街 起到的地址比是不同的 接着他也列明 你多少高度 你容许的覆盖率是多少 就是你为什么会有牙签扭 就是说因为你起高了 你那个面积就小了 就是那个地盘 占地盘的占有率 那个就会不会是小了 这个就是说在地址比 和在那个覆盖率里面控制 你要去居住处 就给他一份陶积去批 他就跟这个控制 在以前香港的计算 就不是计算地面 成几多倍 他们计算是计算立体 计算容积率 计算立方米 就是计算多少立方 可能就是说文英流的年代 你也会看到他们是有一个叫做 他们是斜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计算日照 随此之外 在建楼上 我们也会看到有没有高空限制 那你会看到 为什么德福 因为那边的楼是十几层 有些只有十层 因为那个飞机的航道 刚刚在ABCD座那边德福 它就是飞机航道 那些S、T、U那边 是一些差不多十几二十层 因为那个不是在飞机航道 那也是影响它物业的高度 另外上面也有下跌 下跌也有一个right of way 譬如在美股地铁是经过它的时候 它也列明你多少高度 由地面数下去下跌是多少高度 你才有权 所以有机会有部分美股物业 它未必有那么高的重建价值 因为你的桩不可以打得深的时候 你是不可以起得高的 在葵坊也是 因为我也见过有些公侠 在大连牌道那边 它下面已经是有公 叫做gazette 即是那个叫做宪布 每一个星期的公告 就是说明这个 写明了 这个 会是 我们建地铁 你们的地铁 就不可以起低多少多少 也是局限了它的重建 这些就是几个不同的法例去监管一个物业是怎样做的 现在我们经常说现在在南区里面的潜建 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地铁的工作 因为你要确定它的物业是不是建在红线之内 第一 第二 它有没有跟回它的用途 它有没有建多了面积 这是说地政和屋宇处 他们要去做的事 现在大部分 那些独立屋 其实有很多都是潜建 基本上 业主都觉得以为是老讽的 是可以 可以这样做 就算是有很多的大型屋苑 包括康乐园 其实有很多屋 都是狮子 就是去挖 做泳池也有 挖多层去做地牢 偷偷地将泥 就混出来 有很多都是有 因为 你挖地牢那些 根本没有人会看得到 你是挖了 那你说如果你霸佔官地或者是挖泳池的 你航拍机 现在那么方便 有机会是去找得到 但是 这些都未必是地政优先要去处理的 政府部门就是这样的 他们有分开一些叫做 不同的优先的程序 有人投诉的一定就是优先处理 没有人投诉的 不会写人嵌楼的 那就不会放在后面 那么 由地政呀屋宇呀 他们都是这样的做法 这些是正常一些公务员的思维 就是 多做就多错 少做就少错 这些是 给大家去参考 我亦都想回应一下 有人有不同的comment 其实我是不会理的 因为为什么呢 我一直都是贯彻的那样东西 因为我 应该是少数的youtuber 是不会叫你去订阅 亦都不会叫你 留comments 亦都不会叫你点赞 亦都不会叫你分享 我只不过就拍了一条片 我就作了一个责任 我是想着分享的知识 你觉得 喜欢听的 就听 因为为什么呢 我是不可能 是取决所有的 听众 或者是观众 因为 你等于 那些 大家都听过 骑劳的故事 无论你那个 爸爸去骑劳 无论子去骑劳 无论是两个人一起骑劳 或者两个人不去骑劳 都会有人说 那我不会介意那些人去说 我亦都不介意 有些政治取态 不同的人 取消个订阅 我也都不介意 因为 我觉得 我说的 不是因为我政治的取态 我说的 是分享我的知识 分享我的看法 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 因为无论我对 楼市的看法 我无论对 股市的看法 或者是香港 未来的看法 我是给你参考的 你觉得我有道理的 你就听 如果你觉得没有道理的 你就不要听 以后不要听我的频道 我是不介意的 那 想告诉大家 就是我不会因为要取悦任何人而改变自己 改变了自己 就不是自己 这个 不会有任何人 是可以取悦了任何人 你想想 刘德华 都会有人喜欢不喜欢 周润发又有人喜欢不喜欢 那 他都不会改变自己 喜欢跑山就跑山 喜欢 刀转地球就喜欢 刀转地球 梁朝伟 喜欢忧屈 不埋堆就不埋堆 这些是自己的性格的表达 他觉得自己做得个人 就等于我拍这些片 你不要理我废话多 或者少 有没有难解 或者有没有知识的含量 你喜欢听 听得个人就继续听 我又没有收你钱 我亦都没有想着去和你 打你的荷包 去拿你的钱 我不会 介意 希望大家 用一个 包容一点的心态 去接受 今天想说的 就是这么多 还有我在下面放了一个连结 在10月7号 有一个公开的广告 我拿了别人30分钟 免费 如果是头那30个 去报名的 我答应了送一本书给他们 可以亲身大家去见面 去交流 我不敢说我是去教东西 因为我最怕就是做神 自己也不是神 如果我是神 我就变成叫做Kenson 不是叫做Kenny 希望大家有时间 就出席 支持一下 今天想说的就是这么多 有什么可以留言大家听一听 拜拜